而农历新年前夕 吉安乡公所汇集了各界爱心捐助 把食用的生活物资发送给了500户原住民静平家庭 而乡长有俗正式感谢各界善心能量 意诸吉安乡 而乡公所也开启了社福平台 把物资分送给有迫切需要的弱势家户 也希望大家都能温暖过好年 满满的生活物资都是来自各界的善心捐助 吉安乡公所妥善分配各界的爱心物资 把其中500份在过年前分送给原住民静平家庭 希望可以扩大发挥社会公益效果 谢谢各界的爱心 当我们在每一个区块 每一个捐助之后的剩余物资 我们在做一个年节前的统整 我们希望珍惜食物 让我们到位的运用 而且这一次是针对我们部落敬品的家户 以及边缘户来做一个500份的捐赠的爱心关怀 跟过年前的祝福 我们希望有爱大家牵起的这样的一个善行的良善循环 让不管是在部落或者是巷弄邻里 以及一般的住户的偏乡的这样的弱势家户 都要被关怀 我们一个一个的找出来 一个一个的献关怀 我们相信我们吉安是温馨祥和 快乐幸福有爱的乡程 一份一份丰盛又实用的生活物资 可以让生活较不充裕的原住民家庭温暖过节 民众从乡长手中接过物品 也都开心的致谢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叮咛大家 天气冷要注意保暖 也要注意安全 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建律会既然相报道